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经典中有没有提到 末法时代 魔是怎样破坏佛法的 有 经典里面有说到 魔用的方法 就是 把你的欲望 把你的自私自利 把你的损人利己 这些意念大幅度的向上提升 使你只知道自己 不知道别人 甚至于连父母 妻子都不顾 这种魔理价值 那么这个现象 我们现在在社会上 几乎处处都看到 时时都看到 所以自己要小心健身 不过 这种魔理价值 你也不是 有什么 不过 不过 让我这种魔理价值 我还走